我们河北市家庄赞黄县行郭镇北马村两个鸡群老人买了一吨煤 多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将煤收藏 当日下午,有幸老人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今日上午 工作人员将其放在院内的一吨煤收藏,在我的要求下留了一顶 其表示,家里就他和七十多岁的老板煤是前几天买的用为取暖 他称,线上有指定的卖煤球的地点,但哪裂纸煤,那能用啊,不能烧 秦郭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这里是禁烧散煤区域,劣质散煤怕有危险 而且对环境不好,要是正常的煤肯定不会收藏 村民可以去买出利果的,对环境没有污染的行为 收藏医生,他去买的就是我,这七十多岁的老娘的,这七十多岁的老熟的 禁烧散煤,谁家不烧散煤,他没没这个劣质煤,哪能哪能用啊,不能烧 这样脆的样,说好话,你给我救我一点点,你还不能把那老熟的老娘的做什么 禁烧散煤的区域,就是那个劣质的散煤,我们看因为有危险,而且反应不好 所以里边禁烧煤定了多少年了,他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去找那个发展局那边禁那个行煤 OK,好 这个有一段文字的,大家要知道这个背景啊 我看了这段视频,其实还是没太明白,到底谁说谁是劣质煤 官方好像说民在用劣质煤,民呢,说官方指定卖煤那地方卖的是劣质煤 没听明白,但是我看了一段文字的报道啊,它的背景大概就是说 国家给一吨啊,一千块钱的补贴啊,就是你买我的这个煤,我给你一千,就是所谓的好煤 要知道这个信息以后呢,可能就明白他这个事的冲突点在哪里了 你,你,我这有一堆有一千块钱补贴,卖不出去,那多着急啊 嗯,还不就出去,赶快把它埋在地下,让它再生成煤,你不贴不也拿到了吗 大风新闻报道,网传镇政府人员到七旬老人家没收散煤 老人称自己的煤更贵,且稍得旺 镇政府说那是劣质散煤,违反先公规定 12月5日,网传,河北战皇行锅镇多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前往村民家中查煤 将其购买不久的一吨多煤球以劣质散煤名义查收 对此,老人称自己买的煤更贵,且烧得旺,没有味儿 同日,当地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 石家庄,明令禁止少劣质煤以多年 清洁煤,国家有补贴 前些年是一千块钱一吨 为什么说前些年,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说今年补多少,都不说呢 事发的地点呢,就是王宝强老家呀 啊,离着北京天安门开车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空吧,一个地点 根据网传视频显示 事发事件为2023年12月5日上午十一徐 五名男子走进居民家中 领头男子指着都放在院子里,角落里的眉 说,啊,这个可不行 随后,有两个人上前拍照 一名老太太随即拿扫把走到院子 拿着扫把走到院子 与现场的人员理论 此时,又多名男子进入院子内 手拿着铁鲜麻袋 疑似对对放的煤进行装袋 网友称,事发地点位于河北战皇行锅镇 镇政府多名工作员员前往村民家中检查过冬所使用的煤球 拍照中是两名超过70岁的老人家 工作人员称其所使用的煤球是劣质煤 故进行了没收 要求让两个老人去购买特定煤厂的煤球 那么华生报大封新闻记者 在12月5日赶到了现场 采访了该村的村民刘某 他说自己那就是事发人了 那时候自己都70多岁了 家族的老爸也70多岁了 平时就是两个人一起住在这里 今天上午11点 那记者当天就到了啊 上午11点发生的事 记者下午就到了 镇政府员员上门说 我家买的是劣质煤要全收走啊 他们说劣质煤不能用 那么他就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家的煤啊 是一周以前通过街道上的广告了解到的 然后给对方打了电话 对方送来了 一堆是1280 自己买了一吨半 花了1700多 准备过冬用的 关于镇政府工作人员称 这是劣质煤刘某 解释到镇政府让他买的煤 在村里可以买到 每吨呢才1000 是每个村从县里拉回来的 但他认为这些个煤没办法用 之所以不买这个政府提供的这个煤 是因为自己买的这个煤 烧起来没味儿 而且火旺 不少村民都会象征性的 买一些村里 就是政府提供的这个煤 然后再偷着买别的煤 结合着使用 关于镇政府 为什么知道他们家有劣质煤 刘某说 他没买村里的煤 村里肯定知道他买了别人家的煤 就会上门检查 你看强买强卖 还以福利的面目出现 他们把我都没收走了 收条都没给 我就问他们 你这样要我们怎么过冬啊 他们说这个不关我们的事 当天下午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就联系了刑郭镇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啊 石家庄市禁止延烧 劣质散煤 已经很多年了 明文下 下发过很多文件 他们在当地宣传通告也告发了多少年了 发了多年啊 反正就是为你好的意思吧 之前政策缓冲区啊 村民家有劣质散煤 都可以置换成清洁煤 如今政策窗口期过去了 中国禁止烧劣质散煤 类似于禁止私藏管制刀具 嘿 你们有被人授权过吗 大言不忏呢 该负责人表示 村民家如果确实有散煤 他们按政策规定就应该没收 如果有谁家没没收 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上门去没收的 另外 如果村民需要煤 完全可以联系村干部 而且有清洁型煤 那是清洁型煤 有国家补贴 前些年 清洁型煤 每吨补一千 那现在补多少 怎么就不说现在的事呢 现在的事可能太神秘 现在的事 毛病太多 那么要非什么 还要说补一千呢 你不说不说出来 不显得他们伟大光荣胜却吗 还得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但是又不说现在补多少 关于刘家一吨散煤被没收一事 该负责人说 这个说法不准确 这个数据要进一步核实 并且告诉记者 谁家还有烈士散煤 散煤告诉我 我们立即派人上面去没收 鸡泽进行了跟踪调查 说今年10月9日 在黄县政府发布了 在黄县散煤清剿 行煤质量管控 百日会赚工作 百日会赚工作方案 你说你们纳了这个税 哑了这群人 你们说你们有病 为了进一步强化 全线散装煤清剿 行煤质量管控 确保全线区域内散煤清零 行煤质量安全 坚决打赢2023年秋季 秋冬季散煤清剿 质量管控 百日会赚 贡献行动 就提升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成效 按照省市散煤 行煤白日会赚 管控工作方案要求 把他们脖子都给他们机上 就算了吧 要严格严禁 购进使用不合格散煤 还布置任务 什么要发化骗区 然后什么政策宣讲 做到这个入户清剿 不露村 不露户 不露煤 重点排查老旧房屋 红白事农户 偏大 年龄偏大农户 一堆堆吧 要常态化 寻查 不放松 你看你不哪里 哪里领的工资啊 这是 这是莫名其妙 等等等等 省列掉啊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劣质散状煤 表面上看起来与 所谓的洁净行煤 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那么官方称呢 这个延烧的这个效率 没有这个清洁性煤 好 而且呢 这个污染会严重 清洁性煤呢 是优点多 延烧时间长 发热量高 延烧充分 灰少 凤火时间长 上火快 火苗高 延烧状态稳定 那么 延烧时 产生的二氧化硫呢 加氧后呢 会转成三氧化硫 固化在颅灰里面 延烧产生的一氧化硫 后 氧化生成二氧化硫 升温形成水煤气 和甲烷气体 使得煤延烧更充分 提高了炉温 增加了效率 实现了转害为力 变废为宝 另外呢 说尺寸规整 成型强度高 扮运中不用一碎 避免对居住环境 那个造成污染 而散装煤呢 这个缺点就多了 说这个质量还差 支出还高 花钱还多 储存 败运呢 容易这个洒落 污染环境 烟烧呢 不宜齐火 然后这个产生大量 有毒有害 流弹等有毒有害元素 伤害人体健康 哎呦 等等等等等等 你说这些个老百姓 不傻疯了吗 拿着 浇了睡 养了这些人 天天得进房 查自己啊 还检查被窝了 不是那个 有地方说 查 蹲着吃饭呢 怎么跌不跌被子 啊 何况你烧煤球呢 是吧 要检查啊 嗯 然后呢 这些个老百姓 一旦这个神经病 另外一个神经病吧 啊 人家给搞得这么好的 没优点这么多 才一千块钱一堆 一千块钱一堆 还给补一千块钱 就等于让你白用 你还不要 啊 你还非得要 白给的不要 这么好的你不要 非得要自己去 还要买 还要更贵 还毒害自己 你说老百姓 怎么这么傻呢 这些老百姓 需要管理啊 评论 打着为你好的幌子 做着伤害你的事 评论 没想到过 一千七百元 对两个没收入的老人 意味着什么吗 你把他的没收走 你让他怎么过动 又不关你的事 你们是什么样的一群人 评论 老人家 我欠你一句话 这梅太黑了 你驾驭不了啊 你还是把它送给别人吧 到世界上去找白梅吧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 的 词 文字幕提供 文字幕提供